好 各位好 我是小新 那我面前呢 摆了一排快递包裹 今天我们是来开快递的 但是开快递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呢 前两天有一个粉丝 发私信问我说 哎 马上情深节到了 七夕对吧 然后呢 想要送女朋友一个耳机 问我说20块钱以内的耳机呢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我倒是想了 我差点替她女朋友把它拉黑 你知道吗 20块钱以内想买一个礼品 竟然还送女朋友 让我很意外 但是呢 确实给我的一个思路 20块钱以内能买到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之前也跟同事有聊过一个话题 就是拼多多上面有很多东西都很便宜 它的质量或者效果怎么样呢 有很多一块多 或者是几块钱包邮的这种产品 它到底能赚钱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呢 我就花了100多块钱 买了桌面上这20几个包裹 里面全都是耳机 我们就来先开箱 来看一看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每个包裹上面都标了它的价格 这就是买的这个耳机的真实价格 首先第一个 1块6毛5 你想想 1块6毛5可以买到耳机 还是包邮的 怎么算都是干赔的生意 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20多块钱的这种耳机 20多块钱这种耳机 可能去掉快递成本 比如说你可能有长期合作 45块钱就可以发快递 耳机的成本咱们就不好预估 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赚钱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你说1块6毛5 发快递6毛5 然后耳机1块钱 还是说发快递1块钱耳机6毛5 这个是我们用正常的思维来说 是很难理解它在里面能够赚钱的 我们来撕开 点亮五星好评 然后领取小额打款红包 奖励1块钱 那它奖励1块钱就6毛5 这个耳机它店家在宣传的时候 它的卖点主要卖点就是主打 重低音专业的调校还有粉色 那也可以看到这个粉色的一条耳机 这个质感我觉得还可以 这种线材它也是有一定的 防缠绕的一个效果的 1块多的耳机 然后呢 还是苹果的这个AirPods的一个造型 有点意思 上面竟然还带麦克风 还带这个按键 就是来电话可以一键接听 然后可以打电话 但是1块6毛5就打自行车也不要了 我们再开另外一个好了 这个呢稍微贵一点点 1块8毛5 但是呢我捏来捏去 感觉里面是空的 我打开看看吧 难道这是一个Air空气耳机对吧 耳机呢 耳机呢 真没有耳机啊 这是空气耳机吧 我们这个 纯靠脑补 大家看到这个耳机漂亮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音质也非常不错 然后外观呢 也是一个超前的设计啊 这个超现实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空气耳机啊 质量非常非常不错啊 可以长久使用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开下一个吧 好这个价格呢就高了一点点 4块3毛8 纯英文的包装 没有任何一个中文字 这是出口的吧 应该是 然后这个耳机呢 它的卖点是双盒4喇叭 还有双动圈 全部都是专业术语 这个线材我感觉也是挺高端的 就再加上这个英文的包装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我说是进口的耳机的话 我觉得也是能够唬人的 然后上面还可以有这个音量调整 然后还有这个一个按键 应该也是可以接听电话的 那所以说它上面应该也是有麦克风的 还是金色的插头 双盒4喇叭 这里面好像确实有两个小喇叭 然后还还送了一个胶套 两个尺寸不一样的胶套 这个4块多 目前来看是比这个1块多的质量稍微 好了一点 最起码它有音量调整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 4块6毛5 价格稍微高一点点 卖家说的是主打游戏 叫做9D游戏发烧耳机 9D是什么意思呢 9D环绕 超现实的这种耳机 然后这个贴纸为什么和刚才是一样的 这应该这也是可以批发购买的 4块6毛5 然后再好评的奖励一元 就是3块6毛5 店家宣传还有一个卖点就是 可以重低音识别脚步 脚步应该是怎么讲 打游戏的时候可以识别敌人的脚步 然后整体外观来看的话 和刚才1块多的这款是差不多 只不过上面又多了一个 音量调整的一个拨片 它和第一款就只是增加了一个 音量调整而已 其他没有任何的变化 继续往下开 6块9 这个涨价幅度有点慢 又一个贴纸 4步轻松领取 奖励一元 评价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买之前都会看看评价 觉得别人买完 听完这个耳机怎么样 6块几 是不是骗人的 然后我看看评价 好多人说这个听着好棒 然后我去买 然后这个耳机的包装也是纯英文的 没有任何的中文字 所以应该来说这些都是出口的产品 但是这款耳机做工不好了 做工有点翻车了 麦克风按钮的这个地方 已经缝隙都开了 看我能不能把它修复过去 搞定了 搞定了 修好了 问题不大 如果你买了这个耳机回去发现这个 按键的这个位置 这个卡扣没卡紧 没问题 不用担心 轻轻一按 就可以修复这个耳机的小bug 我们单从手感就摸起来这种感觉 这个线材 就你不会想象它是几块钱的一个东西 你懂吗 随便至少再给个几十块吧 二三十块吧 对吧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 六块八 这是什么快递 中通快递 这些快递用的还都是主流的快递 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好评奖励一元的贴纸 然后上面还有步骤告诉你怎么样操作 第一步 先全部点亮五星 描述相符五星 物流服务五星 然后服务质量五星 然后第二步 打上美美的十字以上的评语 款式很好 质量不错 棒棒搭 第三步再拍三张这个产品的照片 提交评价 非常细的一个教程 告诉你怎么样打好评 这次我们终于看到了中文的包装 让音乐妙不可言 耳机行业先驱者 它的名称叫做手机耳机系列 它上面好像有两个喇叭单元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喇叭单元是接了线的 另外一个好像没有接到线 它应该是不发声的 应该是骗人的 好我们继续往下 这个是七块五 大家不要着急 我马上就进到十块钱的领域了 好评反一块钱 它给你推荐的评语就是 是正品 质量很好 服务超棒 第二天就收到了 跟刚才几位大哥来比的话 这个包装有点上不了台面 但是耳机还有点意思的 这怎么戴 就这样吗 运动耳机 跑步不会掉 为什么叫它运动耳机 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 它可以很稳的挂在你耳朵上 并且还有另外一点 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你戴两个耳机的话 你可能听不到别人的 比如说自行车 或者电动车的喇叭 可能会比较危险 所以只戴一边 就可以又听到很美的音乐 又能听到鸣笛的声音 所以说这个耳机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 它的喇叭单元 肯定是比前面几个要大的 而且它上面没有麦克风 也没有电话接听的按键 好我们继续往下开 终于进入到10块的领域了 这个是12块5毛8 送了两张十字以上 15星好评 描述相符 物流服务 还有服务态度 全部打5星 加晒图 加追屏奖励 2到10元 好这个包装呢 没有任何的字 红色的包装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小开口 应该是里面有一个提手可以 我想多了 哎哟 这个造型未磨声吗 我们开箱到现在 首款头戴式耳机 好我们来看看戴上去的效果 从尺寸上来讲的话 这个喇叭单元肯定比前几个要更大一些 所以音质来讲 应该也是比他们要更好 我们继续涨价 13块3毛6 蓝牙耳机 哎呀这个有点意思啊 跑屏奖励2块钱 都有奖励 它喇叭在哪 这边这旁边有一个小开口 声音是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然后送了一个小胶套 这个胶套的胶套 胶套的孔有点小 耳机的这个有点大 感觉插不进去 感觉套不上去 我们要理解一下 这种设计呢 防止它漏音嘛 所以要包的紧一点 但是需要这么紧嘛 然后把这个胶套套上去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L型的拐角 把这个音量呢 从刚才那个小缝里面拐到这边来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戴上去 这什么东西 有个小技巧 就是揪着自己的耳朵 然后呢 使劲往里按 然后就带稳了 但不要使劲揪啊 你疼的是自己 还可以啊 不是很重 这个耳机的店家宣传呢 不伤耳 不入耳的外挂式通话智能降噪耳机 电池容量90毫安时 待机时间160个小时 通话时间约7个小时 充电时间约1个小时 蓝牙传说距离10米 双膜蓝牙V5.1超低功耗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 无线的蓝牙耳机了吧 然后店家说还有降噪的功能 我是不信的反正 然后把这个胶套拿下来呢 应该来说也是可以用的 只不过音量聚集呢 可能没有那么集中 那这里面的结构呢 还是挺丰富的 在耳机的外侧 有这个音量加音量减 还有电源键 还有这个麦克风 内侧呢还有一个这个麦克USB的充电 接口可以给它充电 好那这个就是 最便宜的无线蓝牙耳机 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找到 比它更便宜的蓝牙耳机 并且呢店家还说有降噪功能 13块3毛6包油 你如果找到的话告诉我 好我们继续拆 15块9 将近16块钱 就回归了这个比较正常的包装 挂钵耳机也是一个无线的这个蓝牙耳机 非常简陋的塑料包装 挂钵是音乐蓝牙耳机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全五行好评加追评截图给客服领取2块钱 好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简陋的说明书 有中文有英文 所以呢这是可以在国内销售也可以出口的一个产品 麦克USB的这个充电线和刚才这个充电线呢 是同款充电线 应该是一家供应商吧 然后挂钵耳机 哇这个按键有点过分了啊 音量加音量简 还有电话接听键麦克风 充电口还有一个防尘的胶套 然后这个耳机呢 店家宣传的功能呢有哪些呢 磁吸式挂钵耳机 这两个耳机可以磁吸 能不能吸住以后就断开连接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那么店家宣传的还有另外一个卖点呢 就是4D环绕音 但是没有前面那几个老大哥的9D环绕音呢 那么夸张或者说那么震撼 但是4D环绕音也是让我非常的期待啊 ok好 那这个呢我们就先放一边 我们继续开下一个 18块8毛8 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 好 还送了一个保护套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哎 头装反了 小恐龙吗这是 这是一个恐龙的造型吗 看着有点像了 但是这个做工有点粗糙了啊 而且两边术素的这个硅胶不均匀 左边厚一点 右边薄一点 还不居中 然后呢耳机还包的挺严实呢 先别着急 我们先看看他送多少钱 好评奖励2块钱 这个店家做的不是特别的友好啊 没有一个这个好评的教程啊 因为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好评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教程非常的关键 那你没有这样一个教程的话呢 我不会好评 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帮你给产品打一个五星或者是打一个好评 强烈建议啊 这个店家在纸上面呢腾出一定的空间来给一个非常详细的图文教程 可能会提高好评的一个成功率 OK我们来看看奖品 我们来看看产品啊 一个非常简陋的包装袋 然后里面呢 嗯 这就是iPos吗 因为买的东西比较多 我已经不记得哪一个价格里面是哪一个产品了 它还有一个蓝色的贴纸 给我们数码用户啊提供一个撕膜的这个快感 撕膜给大家感受一下 OK 刚撕完膜的这一刻是这个产品最干净的那一刻 但是呢底下有贴膜 上面并没有贴膜 开箱之前就已经有一定的污渍了 底下还有个指示灯呢 还有个蓝色的指示灯呢 这个能看到吧 我刚才应该按到了后面这个按键 按一下指示灯打开 按一下指示灯关闭 Lightning的充电口 送了一条Type-A到Lightning的充电线 那这个充电线能不能给手机充电 这个造型拿一些那个真的AirPods过来 对比一下外观 我把这个保护壳先拿下来 比真的AirPods要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厚度是一样的 那么整体外观呢也是一样的 这个造型也是AirPods的造型 为什么有响声 这个保护套也可以给真的AirPods来使用 有点意思 好那这款耳机呢 店家宣传的不仅是外观很相似 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触控啊 可以暂停播放之类的操作 并且呢还有这个AirPods弹窗 我这边我的这个iPad已经弹开了 已经弹出来了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旁边放了这个iPad 然后呢还有iCloud的连接 所以呢就是它的连接呢也是非常的无痛 非常简单 只需要打开之后按一下 只需要 但是你这个开口有点 有点 这个磁器 它是有点弹性的 因为它后面比较松滑 它有点弹性的它就弹回来了 就这样打开 停住 好停住 松开 然后这样才会正常的打开 否则的话 就打不开 打开 停住 松开 这样才行正常的打开方式 OK 打开以后 打开以后长按住 然后呢iPad就弹出那个连接的这个窗口了 功能上外观上和AirPods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18x8的无线蓝牙耳机 而且是AirPods的造型 我们先放一边 我们继续开 别弄混了 这是我真的啊 好下一个18块8毛1 这款终于不是无线耳机了 第一游戏耳机 公司地址是深圳市龙港区部级街道 一个英文的包装 后面贴了一张中文的贴纸 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有意思 诶 还送了一个 这是麦克风吗 游戏耳机应该是麦克风 然后上面也是有这个电话接听的按键的 但是没有这个音量调整的 旁边有一个2.5毫米的插头 可以把我们的麦克风给插上去 打游戏的时候 需要跟你的队友来通话 所以我们来试一试 有没有专业主播的感觉 有没有麦克风直过来 这个胶套有点大了 我感觉带着不是特别稳 带着不是特别稳 胶套有点大 麦克风的距离刚刚好在你的嘴边 所以这样说话可能声音比较清楚一点 当然这是我想的 好 这个耳机店家的宣传的功能点就是 首先是游戏耳机造型的也很游戏 还有第二个就是鲨鱼鳍的小耳朵 然后可以让你佩戴更加的稳定 独立的外接麦克风就是这个 然后它自身的也是带麦克风的 就是你不插麦克风也是可以用的 只不过它麦克风可能离你的嘴边 会稍微远一点 插上麦克风它会离你嘴边更近一点 声音效果可能更好 但这都是我想的 具体效果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店家并没有送好评返利的小卡片 好评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返利的 所以大家买了这个耳机 可能就不会主动的给你好评了 除非这个耳机的质量真的是超级棒 自发的给你好评 这是另外一说 OK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这一次涨价涨的幅度比较高 直接来到20块的档位 20块2毛5 嘴都嫖了 20块2毛5 我来打开看一看 又是蓝牙耳机 无线蓝牙耳机 然后送了一个小的收纳袋 然后还有一个又看到熟悉的好评奖励2元 你看这个店家就非常的人性化 四步轻松领取小额打款的步骤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好评的评语的建议 例如质量更好 质量更好 质量更好说明你是第二次购买 质量更好 服务超棒 第二天就收到了 就可以领取2元的奖励 有一个说明书 耳机先掉出来了 它耳机为什么不在里面 也不是掉出来 这个盖还挺紧的 打开了 应该不是掉出来的 应该就是这么设定的 耳机就是和它分离的 放进去可以充电 这是一个带收纳盒的蓝牙耳机 而且是单边的 然后盖不好打开 不好意思 这个操作失误 我能不能装回去 回去了 问题不大 如果说你买了这个耳机回去之后 发现盖不好打开 一不小心 动力过大 把这个盖弄歪了 你可以轻轻拍一下 就可以把它恢复到原样 所以不用担心 只不过在这样一段操作以后 它这个盖好像就比较松垮了 对于数码产品来说 它上面有一个贴纸 也可以让你享受 这个撕贴膜的一个 非常美妙的一个瞬间 说明书 而且说明书很厚 这个耳机使用来讲 应该是比较难的 所以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教程告诉你 怎么样使用这个耳机 怎么样给耳机充电 你看到上面写了 中英文语音切换提示 然后配对的方式 包括按键的功能 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产品参数 待机时间约100个小时 音频DSP语音数据处理 操作范围5到10米 根据手机信号而定 通话时间约5个小时 电池容量70毫安时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结语 音乐本该年轻 绑定手机号 专业团队在线解答 蓝牙耳机使用视频教程 以及专业的产品知识 这个耳机 它里面应该有非常多的黑科技 或者说非常多大家很难去发现的功能 所以需要你和他们的产品进行详细的沟通 才能够了解到它的功能 好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耳机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一款耳机 打开依然是不是很方便 这款耳机从外观来看 非常像一个降噪豆的外观 这是个单边的 但是它上面并没有写LR 我是带左边还是带右边的 我看一下 我先试一下 这有点顶的晃 这不对 有点顶的晃 在这边会比较舒服一些 因为它这一侧有一个弧线 刚刚说耳窝这一侧也有一个弧线 所以这个弧线是人体工学设计 但是会更加贴合一点 所以这款耳机 建议佩戴位置应该是在右侧 再加上手机还有一个收纳盒 所以你在不用的时候可以放进去充电 说实话这个耳机是我刚才这么多耳机里面 佩戴来说是比较舒服的一个 它这个造型在佩戴的时候很贴合 而且重量很轻 佩戴舒适的角度来说 这个耳机是还不错的 好继续看下一个最后一个了 价格来到了24块8 这是我们这次价格最高的一款了 看看会不会有惊喜 送美元像话吗 是美元的配色 但是上面写的2元看到没有 在图分享评论有理2块钱 有没有教程没有教程 虽然把贴纸搞得这么有创意 但是你把核心忘了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怎么样好评的 因为好评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你没有来一个图文教程 我怎么知道怎么好评 我怎么知道评语应该怎么写 前面几位老大哥做的都非常棒 产品可能是比较有信心 大家买了这个耳机之后 应该是自发的会好评 它就不需要给你教程 这不是苹果耳机吗 好我们来看说明书 7耳机说明书 这个耳机叫7吗 使用前看说明书操作 苹果iPhone7 iPhone8 iPhoneX耳机 支持最新系统 但是大哥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iPhoneP是大写的 要不然看起来好难受 因为对于强迫症来讲 看起来好难受 好第一步插入耳机以后 请打开设置中的蓝牙 嗯 这不是有线耳机吗 请打开设置中的蓝牙功能 几秒钟之后会搜索到一个蓝牙设备 这明明是有线耳机 为什么还要连蓝牙呢 这个线缠的还是挺专业的 Lightning的接口 并且侧面还有一个Lightning的开口 有意思吧 是一边可以听歌一边可以充电 然后耳机的整个造型 材质 还有按键的位置 所有的和苹果的耳机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从外观上来看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插头这个地方 还有Lightning的开口 然后这个耳机店家在宣传的时候说 有苹果的MFI的认证 这个就厉害了 有认证 然后接口上还可以再进行充电 一边听歌一边充电 那么号称是EarPods的音质 就是这个音质和EarPods是不相上下 或者说比它更好的 但是这个说明书上还说要连接蓝牙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是不是这个说明书就是放错了 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这些耳机我们就全部的开箱就完毕了 我就不给大家摆盘了 就先拿过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有有线的 有无线的 有单边的 也有双边的 还有可以给苹果连接的时候有弹窗的 各种各样的耳机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实际测试一下 它的音质到底怎么样 我为了测试这些耳机的音质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 人头的麦克风 叫做人头麦 可以测试耳机的音质 这两边都有麦克风 而且麦克风是非常灵敏的 可以还原这个耳机的音质 我感觉这次录的视频 比较长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就当做开箱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耳机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 会详细的测试这些耳机的音质 来仔细的对比一下 再给大家呈现上来 那么具体的效果 我们就期待下一期视频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看法 那也赶紧在频率下方 或者说弹幕上 弹幕上留言分享 那我是小鑫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